外头正下着雨 行驶途中一切正常 这时前方白车突然越来越往左偏 接着穿越双黄线 开到对向车道 随后直接撞上对向小货车 白车撞击后再向后退 波及后方轿车 三辆车受到撞击 造成双向车道一度不通 18号下午5点 台九线114.2公里处 发生三车擦撞事故 当时白色轿车因不明原因开到对向车道 白车引擎盖被撞到变形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并不小 这起意外造成白色轿车的 22岁送信驾驶轻伤 所信送应后并无大碍 警方到场了解状况 三名驾驶酒色职皆为零 到底是天后不佳造成意外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有待警方釐清 记者林医生 周梦如宜兰报道 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扫铃铛